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入文时间是礼拜五早上的11点01分 涨14点 指数波动不大 最多跌了77点 现在指数几乎已经都站在17000点之上了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谁说看到17000要卖股票的 没那回事 整个行情就是不断的震荡走高 我已经讲过两个多礼拜了 已经说两个星期五 这波开始进入40天的多头行情 而且这波跟之前比较不一样 这波的多头指数空间会比较慢 慢慢的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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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在肋骨之间的轮动 全资比较大的会比较可惜 因为指数没空间 用时间换取空间 所以大型全资股会比较可惜 那反而中小型股会持其比落 你看今天 今天行情很有意思啊 你看台积电 台积电昨天法说会 那整个法说会听下来 其实我觉得大多数都是正面的 不管是今年资本支出会增加到300亿美元 或者是预估今年一整年的业绩会比去年成长20% 包含下半年的业绩会比上半年增加10% 那唯一一个利空而已 也不能讲利空 我觉得那是正常现象 因为它第一届财报发布出来了5.3% 5.3%比第四季下滑 去年第四季是5.5% 那这次5.3% 营收是比较增加的 营收是增加一些 3624亿 第四季是3615亿 营收增加一些 获利反而下降 可见的毛利率是掉一点点的 那公司预期 第二季的业绩跟第一季差不多 甚至于小幅掉一些 重点是毛利率会荡 毛利率还会再掉一些 那代表什么 代表台积电还是有淡季的效应 那第一季为什么会那么强 因为有重复下单的问题 因为怕下不了单 怕排不了单 所以有过度下单的问题 所以第一季的业绩拉的 在淡季中拉的比较高 所以第二季有淡季的效应 那本来电子业在第二季 本来就比较淡嘛 对不对 进入下半年开始 尤其8月9月开始 整个业绩就拉上来了嘛 所以台积电的淡季 其实在电子业来说 都是正常现象 那你过度去把那个 淡季的效应给解读 反而把其他利多的部分 都给忽略掉 所以今天台积电 反说过后 今天跌了12块钱 谁的杰作 当然是外资的杰作嘛 对不对 外资故意不让它涨的啊 那光是台积电跌12块钱 指数就跌掉102点 那现在指数还涨16点哦 原来到哪里 因为钱试出来 台积电的资金试出来 其他传统产业 其他低价股 全部都接棒起来了 你看今天市场资金 钢铁股9.8% 运输股降温了 剩下5.6% 塑胶股5.4% 大家都在抢传统产业 尤其钢铁股 今天叫一家烤肉万家乡啊 牺牲一家台积电 成就了很多传统产业 跟中小型股 你看今天钢铁股 低价十几块 大家下四名唱 拜登的基础建设 在台湾 在台北股市持续发酵 那这样变成一股气势嘛 当大家看到资金往那边流 很多人就会杀这边 转那边 这样做如果会效果很好的话 我也祝福你嘛 我是不会变化那么大 你们了解我的个性 我不会说今天涨钢铁 我就股票杀掉去追钢铁 那明天如果换成纸类 那是不是钢铁又要杀掉去抢纸类 因为你的钱就那么一笔而已嘛 除非是你钢铁也买一张 纸类也买一张 什么都买一点点 那这样资金到最后打得乱七八糟 打得很分散 效果也不见得好 我还宁可怎么样 宁可多做研究 当一档个股确定了集中火力 就在那档自己有把握的股票身上 这样行情拉出去 三十八五十八 你就贪掉了 那如果只是把它分散掉 钢铁也要买一点 纸类也要买一点 塑胶也要买一点 什么都要买一点 那到最后资金打散掉之后 看起来什么股票在去都无 那事实上你的总体报酬率 不见得会比较好 不见得会比较好 所以我的习惯是 有把握才出手 集中火力在重点的股票身上 那当然今天钢铁股成就了气候 整个市场都在抢钢铁股 这里面有很多是业绩烂的 可是气候成型的时候 大家都买不穿了 大家都买不穿了 也祝福你啦 有买钢铁股的 也祝福你啦 环境只要有钱 怎么做都不够快 只是每个人的策略应对不一样 那今天塑胶股的部分 你看台塑南亚 台化 反而不动哦 你看台塑南亚反而不动哦 有没有 然后大家去抢低价的塑胶股 这个行情有点怎么样 涨到一万七 有点在找落后的补涨股 是不是跟我一开始跟大家讲过的 这一波四十天的行情 涨高的你不要去追 底部的股票一档一档会起来 你要先把这四十天的主流定位给确定 起贯的币开 大型全脂股要闪开 底部的七张股会抛起来 中小型会成为焦点 这我已经连续讲了两个月了 已经连续讲了两个礼拜了 你看连这种股票都会起来 两档股票就会起来 你看两档股票就会起来 这样不稀奇了 你看这亏损这么严重 撩得很严重的公司 亏损到这么严重的公司 最近这两天也上来了 可见你的市场资金 已经在避开高端的股票 转向什么 转向第一档的个股 好公司坏公司不重要 高级小的人就会去挤 你看包含大力光 大力光当然业绩也很好 只是 持续在下滑当中 业绩持续在衰退当中 所以大力光也起来了 郁金光 这都没起到的公司 这都没起到的公司 这很明显 整个行星开始跑去买低档的股票 低价的股票 所以你要认清目前这样的状况 所以两个礼拜开始 我就跟大家讲 关键的 起关键的不要去摸 要去买低档的 起张股 当然 这是低档的 低价的都起来 可是业绩差的 我一样一概不碰 我还是以业绩好的为重点 为重心 重点要在于 你自己要有把握 有研究 你再来出手 台北股市目前小涨16点 亚洲股市的部分 都呈现小涨小跌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道琼再创历史新高 纳斯达克也即将挑战新高了 贝臣报告体也逐渐要 往新高来做挑战 所以全球股市其实都很稳 你看全球股市这一波的行情 也不是急行军 也不是啊 你看亚洲的部分 跟我讲的都一样 对不对 南韩 有大涨出去吗 也是慢慢走嘛 有没有 日本也是在这里慢慢上当而已啊 对不对 香港也是闷在这里啊 大陆股市 新加坡也是闷在这里啊 跟台北股市一样啊 步调都是闷住的 所以这一波40天的行情 你要认清一个状况就是 指数不重要 你不要对指数寄予太大的空间 你应该把你的心力摆在个股身上 拐的 不要摸 比较大型的全肢股 不要去摸 尤其台积电 尤其台积电 像这种台积电 对不对 联发科 红海 红海今天还是有涨 可是红海 最近红海已经够落了吧 对不对 大盘慢慢推升 红海是慢慢走低 红海是慢慢走低 大型全肢股唯一只有一项有机会 就是银行股 因为你台积电 联电 这些原本占全职高的 它如果不动 甚至随时掉下来 会造成威胁嘛 所以金融股会跟大家平衡嘛 所以金融股的部分最近也开始 做出补涨 金融股也做出补涨 所以大型全资股就唯独 就有金融股有机会 因为金融股普遍价格低啊 你看2881的富邦金 昨天60块钱 你知道昨天外资买超第一名谁 就是富邦金嘛 对不对 今天虽然市场上面 大家都在抢钢铁股 散户都在抢钢铁股 知己知彼 你才能够百战百胜 散户是一盘沙 一盘散沙 主力会把散沙给凝聚 所以重点是主力在拉什么股票 会引导散户资金往哪边去流 那主力有分很多种嘛 市场派的主力 自营商 公司派 法人 外资 这里面外资的力量是最大的 市场主力是比较小的 所以市场主力都会炒 低价股 较小的 那法人资金比较多 比较庞大 法人会比较炒中高股本的 中大型股本 单价会比较贵的 所以知己知彼常够百战百胜 那昨天 今天钢铁股大涨 我们来看一下 外资昨天在买什么 外资昨天 他这里的资料是错误的 这里资料是错误的 昨天外资买套第一名 就是富邦金 昨天外资买套第一名 就是富邦金 昨天外资一系列的 在加码金融股的部分 第一名富邦金买了 一万七千多张 国泰金买了一万多张 一系列的都在买金融股 昨天外资一系列 都在买金融股 富邦金是买第一名的 昨天外资 富邦金是买第一名的 国泰金也不错 也买了一万张 所以这两支股票 还是稳住大盘的一个领头羊 富邦金我们说很久了嘛 对不对 我们讲很久了 我们对四十二块 就一直说起来 你来铺的给他去走就好了 最近有人问我说 富邦金还可不可以买 涨到六十块钱还可不可以买 如果在这里买富邦金 我到处会比较建议买国泰金 我到处会比较建议买国泰金 为什么比较建议买国泰金 因为你富邦金第一季 4.89 国泰金第一季是4.5 为什么一开始我以富邦金为主 因为去年财报出来的时候 富邦金是8.5 国泰金是5.4 两个有蛮大的落差 所以我以赚最多钱的为主 那现在第一季财报出来了 国泰金4.5 富邦金4.89 两个差不多了 当首季财报差不多的时候 两家公司的价格 一个49 一个59 第一季货利差不多 差三个元 当首季财报 当天我有意思吗 所以现阶段你要买富邦金 那我会比较倾向于建议你买国泰金 再加上整个集团的资产品质 国泰金的资产品质是比较优秀的 比富邦金在土地资产的部分 资产品质是比较强的 而且是比较优秀的 所以你要买富邦金我会建议你 以国泰金为主 那么看一下今天盘面上一些重要的 强弱势的焦点 昨天国洋有拉了一下 可是市场资金并没有停泊在营建股 所以还是以盘局为主 也很难讲 现在最近市场资金流来流去 以下纸类 以下航域 以下钢铁 以下塑胶 以南包哪一天 突然间营建股就全部起来了 也很难说 大家都有机会 这个就是这一波的特色 大家都有机会 只要不是涨高的 只要不是股本太大的 除了金融股以外 其他创造产业股低价的 类股之间轮动 大家都有机会 但我不是希望你到处去追 外面界的意思 我一直告诉你 目前整个盘式的结构是这样 那我个人在操作上 我还是以有研究的 我才做 那今天台积电比较弱 可是联电 日月光 华邦电 旺宏 相对是比较强的 为什么形成这样两个极端 因为拜登对于中国大陆 半导体的制裁还是持续 所以包含中芯那些工厂 要拿到先进的设备 可能会有一些门槛 不容易拿到 所以用转单的想象 联电 日月光 世界先进 华邦电 也跟着涨上来2% 3% 但今天涨2% 3%也没什么 跟那些低价涨停板的比较起来 其实也没什么 那郁清光昨天涨停之后 今天一度来到548 这开始进入39天 37天 开始进入一波37天的多头 可是年限压在上面 所以一下子不会涨那么快 会震啊 这也是会震荡的 有来年限550之上 可以考虑先卖一次 下来重新再接 那不要在队上有关 因为是一个震荡推升的一个行情 今天GIS也动了 没有订单的都有机会的订单 只要本质还不错的 这个年限守住 可是GIS题材可能会比较少一点 原相间又起来了 又买起来了 因为传说任天堂最佳订单 那本来任天堂已经早就讲了 今年在Switch的部分 销售量会创新高 所以对于任天堂 从相关概念股来说 今年业绩都会相对比较好 那原相 大宝也怕很早的啊 对 这个随时都还会再上去 今年业绩会再成长两层 茂林就只缺大单进来而已 销售量落不下去 在等大担在买而已 大家都有机会啦 你看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顶旋有力都可以Q 今天跟着上来了 还不够 这还会在打底 这还会在打底 指标还在收敛当中 还会在打底 还会在震荡 等震荡的时候 再来低阶 有力都可以来Q 你看今天圣凤已经上来了 所以说没有什么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 大家不习惯分盘交易 那政府也希望 行情稍微冷静一点 因为行情涨太快了 所以政府希望大家冷静一点 不要那么冲动 所以把它用分盘交易来做进行 那大家不习惯 所以欧北台 那你赚钱的想要卖 卖出来了 从马就安定了嘛 对不对 你看跌两天就止跌了 那你要不要习材利啦 反正太多钱了 随便你啦 那我们当然是 零的县当然是不会那么容易 就卖掉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看到基本面 我们看到的是未来 目前股价都还太便宜 你看南地也上来了 其实这样慢慢走 搞不好涨停板都有可能 因为南地本身 也是属于硕化类的 也是属于硕化类的 也是跟原料有关系的 所以缩画谷在走 南地生风 医疗手套跟着走 也是有机会 那忠实话 昨天太多人了 昨天太多人了 太多人了 太多人进去的结果 昨天太多人进去的结果 筹码有点凌乱 当冲比例高达接近50% 所以市场现在资金很充沛 很多人一直在抢当冲 那很容易让那种强势的股票 当冲一进来 筹码一乱 暂时又熄火 就变成走走停停 所以说你要以什么 以它大的架构 以它的基本面去看它 大的基本面 如果长期是看好的 未来成长空间还很大 那无所谓嘛 要振就让你振 我们用时间来跟它换利润 对不对 中石化每股净值21.5元 现在股价才13块钱而已 像这种股票 怕的没来 有来的都一区 那昨天量大了之后 震荡了两三天 也是正常的 今天电子股相对还是比较失色啦 因为资金都跑到 从产业去了 少了台积电的助攻 电子股会比较 失去它的优势 那今天星象的上来了 对星象的相同情况啊 没去的 都有机会跌起来 你看连宏达店都赶涨了 那这种业绩那么亮丽的 凭什么不涨 对不对 随时跌起来的 大家都有机会啦 在这一步的行情里面 大家都有机会 只要你不要是涨高的个股 你不要是拐点的股票 只要是低档的 好 太定 年期第二天啊 我前两天特别跟大家讲过 在这一天急杀的时候 我特别跟大家讲 两日之内会出现反转 我今天特别把它的时间周期 算出来给大家看 看了之后你就会很清楚 我在说什么东西 我比较注重的是时间周期的部分 很多人会注意在意价格的部分 我比较在意的是时间周期的部分 你看大田 我是把时间周期算给你看 第四十五天到 开始冲出去 另外一档 旺夕 十二天 double 二十五天 二十天 二十五天 冲出去 我们来看一下太定 太定的周期又不一样了 太定的周期在走三十天的周期 你看十六天 三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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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在礼拜三急杀的时候 正好出现第三十天 所以当天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你不信你回去看礼拜三的节目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讲 太定两日之内会出现反转 因为到第三十天 所以太定第三十天到了之后 已经两天了 已经两天了 这个低点已经确认了 向中股票押回都是买 尤其业绩创历史新高 去年六点三创历史新高 今年又成长25% 在法术会上面老板特别讲 今年在侧用版的部分 订单增加很多 今年全年业绩会增加15%到20% 那如果说以15%到20%来算的话 那么今年没股获利 起码七块钱起跳 甚至有到八块钱的实力 那你现在股价才六十出头而已 到六十几块而已 太定每年都从四月涨到七月 每年都从四月涨到七月 所以太定这才刚开始而已 要注意 这有下来都是买 有下来都是机会 今天比特币概念股又起来了 昨天比特币遭受到蛮多的批评 从高点六万四美元掉了下来 那坦白说啦 你六万四跌到六万二 还是很值钱嘛 对不对 人家还是会挖嘛 你看前两年比特币在疯狂的时候 大家都在挖比特币 那时候最高涨到三万块钱 就不得了了 大家就很疯狂了 现在是六万耶 纵使再跌到五万 人家还是会挖 因为你挖到一个五万块 就一百四十万啊 你现在挖到一个六万块美金 就多少了 对六万块美金就多少了 所以这种价格很优势啊 所以挖矿还是会继续挖矿啊 不会因为受到各方的打压 人家就不挖矿不会 因为价格太有优势了 你如果说像之前 掉到剩一万块美金 大家可能就不想挖了 那你现在六万块美金 你纵使掉一掉 掉到五万 掉到四万人 他还会继续挖 两年前在三万的时候 人家就觉得 哇好多利润啊 好贵啊 那现在更何况 现在是六万的 对不对 所以比特币干练股价 还是又起来了 技嘉 我卖掉他还会涨 卖掉就卖掉了 无所谓啊 因为我只是看指标高了 有点背离 卖了之后冲出去 没关系啦 我们已经赚了三十%了 我的个性我不会去追高 我现在重点把它摆在华硕 因为没有道理 技嘉维新涨 华硕不涨 没有一个道理 对不对 技嘉维新涨 华硕不涨 这差距在哪里 华硕一个月 一个月四百五十九亿 技嘉一百一十亿 营收只有华硕的四分之一 维新也只有一百七十亿 四百七十亿多少 华硕的三分之一 对不对 华硕更少 只有十七亿 那精英二十二亿 立台只有六亿 印太两亿 汉讯六亿 青云一亿 所以这种 一个月只有一亿两亿的公司 差点并且 反而最大受惠者 华硕 一个月就四百五十九亿 这才是比特币挖矿 最大的赢家 比特币挖矿最大的赢家 所以这好被人冲出去 我一张都不卖 华硕我一张都不卖 现在在换手 前面那波涨太凶了 涨太急了 量大了之后 一折一折 等换手完 随时 华硕也升出去 你有更聖心买华硕的 只能買口中 随时有多沖上的 今天八斗前键 国际跌了九块钱 狗互没 죄啦 对这种公司来说 九块钱不多 现在重点是 日本两大厂涨不涨 日本两大厂不涨 它就只有原地震荡 太阳诱垫小涨0.1% 春田制作所小跌0.3% 所以两家公司还是在区间里面 要不冲出去 要不冲出去 国具要单独攻就不容易 所以这是最好做的行情 看着日本两大厂跟他一起做 这也下不了路了 也跌不下去 就在这里面等 日本两大厂的发动 当日本两大厂开始发动之后 国具就开始动了 那国具今年第一季 有机会赚一个股本哦 因为第一季已经237亿 比第四季的222亿 还要来成长 第四季是7.5元 加上产品不断在调涨 所以目前市场估计 有的喊到10块钱 那我个人估可能 我不敢估那么高啦 可是至少9块钱应该是合理的 9块钱是合理的 如果能够到10块钱的话 那就不得了 那就不得了 所以国具未来还是 有接棒的机会 特别注意一下 日本那边两大厂的一个表现 这种投机国就不想讲啦 对 讲这种东西没意义嘛 说这没意义啦 公司了成这样 被大力光告赔了8块钱 本来业绩就不好了 然后乌路又偏逢连业雨 被大力光告的 要赔偿那么多钱 尖锋利发电的股票 留起来 上尾投控 中钢购 永贯 星光钢 因为这个跟原物料钢材还是有点关系的 所以钢铁股上来 你看包含电线电缆 因为电线电缆也是跟 金属材料有关系嘛 对不对 跟铜有直接的关系嘛 所以钢铁股涨 电线电缆股也跟着涨 那锋利发电也是材料跟材料有关系的 也是说帝禁股涨的 所以算起来都是同族的股票 也算起来都是同族的股票 所以这个行情我跟大家讲过 这一波的行情是很好赚钱的行情 你不要把焦点摆在指数身上 指数总是一直切 一直切 一直切 重点在个股 你要去找低档的 关的不好摸 找低档的 低价也起来啦 可是低价的普遍业绩不好 我不推荐 你找低档的 有业绩题材的 有业绩加深的 对 你说宏达电众 业绩烂掉命 因为在低档所以它也涨 可是我不推荐 我们尽量找有基本面的 起码贪大钱的没起的嘛 你纵使业绩下滑也没关系 你还是赚很多钱 比如说3406玉金光 虽然业绩 其实它业绩也没有下滑 去年业绩也是创历史新高啊 只是被某个分析师 被某个法人在一直打压一直打压 把他给压那么低嘛 事实上你的业绩是 不管营收或者EPS 全部都创历史新高嘛 所以这种公司 也该让他 还给他一个公道啊 那我不是叫你一定要买玉金光 你类似找这样的公司 4927泰鼎也是啊 他还顶去年每股获利 6.3创历史新高 第一季又成长25% 那股价已经休息那么久了嘛 对 股价也休息那么久了 这都是获利创新高 股价没有涨的 在这一波40天的行情里面 这都会买起来 这都会买起来 那你买买购购的 你会比较安心嘛 那买投机的 就像伴侣一样一般两顿也 一两天就完了 一两天就死了 那你到处追追来追去 告别人追高三滴追高三滴 那就没完没了啦 看清楚在出手 用心去研究 掌握到你有把握的股票 全力出击 你如果自己没有把握 那你的愿来找 我来找 我来找探大金的股票 股价在那股店的 我们一档一档 50% 50% 继续来拼下去 我们的负责线 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我们下午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